我們花了幾個禮拜 我今天兩個禮拜 把這個Elementic Compound的這個判斷 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接下來很重要就是 我們要衍生下來 對這些方向竹化物呢 怎麼做一些它特殊的這個化學反應 它會參與哪些化學反應呢 我們在上禮拜呢 有開始跟周圍做一些簡單的這個介紹 本門上面呢 是六個碳 帶有六個接在P2上的明星 它呢 會去做兩種呢 這個大的類型 第一個呢 是最重要的是一個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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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呢 則是呢 做一個 H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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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的反應上是什麼呢 是把其中的一個這個Q呢 利用這個額外的耳硬這個基礦能進來 把它做取代的動作 所以做的是一個這個substitute reaction 取代反應 做取代反應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這個MAD-KON-KON的這個性質有關係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 MAD-KON-KON它的主要結構是三個這個 雙劍的存在對不對 所以既然它是雙劍 而且我們在之前的這個 Elkin的這個章節有跟大家提到過 Elkin的反應裡面主要是以什麼為主啊 是以Eso-phelic addition為主 它呢是把自己四回自己 一定會把它的這個Pi-bounding呢 當初一定會打到這個缺電子的這個基礦上面去 然後呢做完加持的這個動作 在Elkin的上面裡面呢 它是做類似的反應 尤其是在第一個最重要的 Eso-phelic的這種 Elemetic Subfusion 所以最重要的 我們要來看 它這個Eso-phelic的 Elemetic Subfusion的這個反應 這個一字 是一個長度的 輕定質性的這個方向 加成這個取態反應 哪一根是怎麼做的呢? 這是一個短環的結構 當我的短環的結構呢 弄到了一個圓環 還有這什麼動作啊? 它呢 會像是這個 譬如說DF-Tissue一樣 在鬆線裡面 我的鬆線呢 是一個立貨板 出來抓了這個缺電子的中線 但是很像得到啊 這個Matic的這個反應鏡 會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看它會放是什麼場合 會放是這個場合 什麼意思? 我把我的雙線呢 打開來 去抓了 DF-Tissue DF-Tissue是什麼? DF-Tissue是拍的這一個 這裡裡面 兩顆面子去抓它 不是缺電子嗎? 所以產生了一個新的 一個紅色的直動方 就是 會 過程中呢 碳跟椰子環之間的這個建築 得到這個中間體呢 我們把它叫做Sigma complex 因為它是出現的 從Elementic過來這個被破壞到它的方向鏡之後 所得到的這一個這個新的這個 Voic Sigma方的這個DF-Tissue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反應呢 不是一個非常好做的事情 為什麼? 我這三個雙線啊 都不是單純的雙線 為什麼? 因為它的三個雙線的 這個胎葉子呢 是進入一個方向鏡的 所以一個新的來龍龍裡面去 它是未定義化的 它是在六個胎中間跑來跑去 所以 代表什麼意思? 我這些雙線的胎葉子 才能拿來用 對不對? 因為它沒有被定義住嘛 這一些每一個劍結 都只是單純的雙線 它都是一二分之一個劍結 所以想像得到 既然這是一個Voic Sigma方 那我要促使反應發生 那怎麼辦? 我的這一個 DETENTIO方 It must be a strong DETENTIO方 在以往我們所學到的那些DETENTIO方 在雙線裡面可以做的呢 幾乎都不太會進行 不太會進行 以前雙線我們學過 DOMING的反應是什麼? 我看到的一個BOMING 我的雙線打出來 抓了BR2 一定是用一個BR 對不對? 然後我的BR的雙線 只在反接回 要進行三反的結構 不是呢 我的這個BANDING 遇到的BR2 是不會動的 因為它就不會擺 不像是在這個DOMING 這麼好 對不對? 因為我的胎鏈 是填到 六個坦 填到新的三個 這個BR2 這個 三個BR2 BR2 那為什麼這個 還有機會可以 這個得到呢? 得到的是一個分子 我還是有機會呢 經過這個 共振的過程 得到一些共振性 打成共振性 打成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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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是 向我 就是 我 勻 打成小腿 材料 給我 放開 我得到新的三個公正式,我得到新的三個公正式的出現 這樣子的公正式的出現,輪到這種離子呢 叫做Arenion Ion 不是Armetic Ion喔,它已經不具有方向性了 它已經不具有方向性了 到它之後呢,你可以想像的到 它呢,相對於方向性的話,我來講 雖然它具有熱凍症的結合,它也相當不穩定 它也相當不穩定喔,所以現在要做什麼事情啊 環境當中呢,如果有鹼的存在 這個鹼啊,會很不快地做到這個氫 讓這個氫,碳晶線的性結呢,斷掉 回補回來這個缺電後的東西 得到什麼? 它不就完成了 整個 取代的過程嗎? 所以利用鹼參與進來,你可以 重過 你的Arenion Ion 什麼叫Arenion Ion 不要忘了 就是上個禮拜江蘆的 判斷當江蘆的這個方法 簡單來講,回到它本文結構 回到本文結構 所以整個流程 你看起來最像是什麼? 最像是把 這個位置的7 直接 判斷成了這個 圓球法的Visa 所以 這個很重要的 整個反應過程 最難的地方在哪一步啊? 哪一步是它 這個Ratitomy Step 你的數位決定都是哪一步? 顯然 這一步 就是所謂的 Arenion Ion Ratitomy Step 對不對? 這個是 為什麼? 我的C疏是一個很穩定的方向主化 我做這個動作之後把它做成一個不穩定的中間體 那這不是最困難的 所以這一步會是一個很明顯的C的反應 所以我如果從一個Reaction or Coordinate去看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這邊是你的能量 這邊是 基礎物 這個基礎物呢 開始加上 遇到的這條很強的第二條 它呢 會是一個吸熱的過程 然後這個中間體 什麼中間體? 這個中間體呢? 就是 這個 Sigma Compress的中間體 然後呢 然後呢 它呢 可以經過一個降熱的過程 回到 重返 它的 方向性 我這邊的話 比較小喔 這其實要告訴你高度的溫度 所以啦 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當中 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當中 這一段呢 是你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也 對不對 對 這一步 到這一步的過程中 它不就是你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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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to-me-stake的步驟 最難做的步驟 決定的反應 能發生過程 這一個 這個存在 這個存在 這可以有幾個 存在 兩個 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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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一個是它 一個是它 一個呢 是我的本環 要出來去攻打 人家秀白 的過程 然後 你會遇到 能量高峰 一直到 反應當中的 稍微 平緩一點的 這個 中間裡 你就是 示範convers 接下來呢 示範convers 遇到的 這個 這個 要拿回你的 方向性的過程 遇到一個 小小的 能量高峰 所以 如果 這個反應 的反應 速度 要看哪裡 這個呢 標台EA 就 關係到你的 原項類 關係到 原項類 所以 你這個 存區State 的能量態 就會很重要 當我這個 存區State 越穩定 越穩定 我的 EA 就會越小 對不對 我得 我得 他 真的 可以 我得 他 你 我得 你 我得 你 你 我得 我得 你 我得 我得 什麼意思 我要什麼去預測我的旋律save 就會幫助我預測 我的這個反應裡面 它到底反應速度就不快還是可以買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它的過度態長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預測它的這個DS 我要什麼叫它DS 它長什麼樣子嗎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它是什麼 你只知道是這個很煩的三角開鍵 打出來要去接你的船牌的過程 又還沒接上去的過程 聽起來好模糊喔 我怎麼知道 什麼樣的條件交給我 要重新回去思考 我們再上去去教你的 你怎麼去判斷這個反應的拉扯過程 使用我們的旋律save 它的穩定能夠判斷 在第四章頓第八 我們教你的reaction mechanism 的時候 教你reaction energy 的時候 怎麼判斷這個DS的 還是有一個名詞嗎 叫harmon postulate 叫harmon postulate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用到harmon postulate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是一頭目水 什麼叫harmon postulate harmon postulate告訴我們什麼東西 告訴我們 我的過度態的預測 我們既然不曉得過度態的結構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可以找一個跟它最接近的位置點 它的結構的形狀 去幫助一些我的過度態 所以要說是不是分兩個 你的反應 如果是一個放熱反應 跟你的反應 是一個吸熱反應的發生過程 這邊是你的洗食物 這邊是你的藏物 這邊是你的洗食物 這邊是你的藏物 這邊是你的過度態 這邊是你的過度態 我既然不曉得過度態長什麼樣子 我就沒辦法用我學過的這些化學的知識 來去判斷出我過度態的穩定性 那 洗食物跟藏物的這個 洗食物跟藏物的洗食物 他們兩個人的這個 穩定性能夠判斷 你有機會判斷嗎 它如果是帶有radical 帶有carbon anion 帶有carbon anion 你就會判斷嘛 對不對 可是你叫什麼去預測 那它的形狀叫比較像什麼 我不曉得它的形狀 所以它不知道它其實會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要預測一個吸熱反應 或者是一個放熱反應發生過程中 我要取跟過度態最接近的 那一個這個位置點 來去決定我的過度態有可能性能夠 什麼意思 今天如果是一個放熱反應 可是什麼 我的洗食物跟我的過度態 這兩個位置的能量比較接近 所以呢 我的這個過度態 這個吸食物的能量 越穩定的結構 越能夠讓我的天使穩定 就是下降下來 如果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和剛好相反 這個吸熱反應什麼意思呢 這個吸熱反應的發生的過程 是我的過度態比較接近 我的腸這一段的結構 所以雖然我不曉得過度態的這個結構 可是呢 我可以以產物的這個結構 來去預測我的過度態的結構 所以如果同樣的反應機構 我的這個反應的 有兩三種不同的路徑 可是呢 兩三種不同的路徑裡面呢 都是有吸熱喔 我中間所得到的這個產物 或者是像這樣的中間體的過程 我就可以利用這個路徑 以及另外一個路徑得到的中間體 它都得到卡崩米太陽 我可以用卡崩米太陽的穩定性 來判斷我的TS的高度 判斷我的TS的高度 所以當我的中間體的這個穩定性 越高的時候 代表我的TS是越低的 代表是越低的 代表是越低的 如果說這個反應 我要反應到這個位置面 就是大家從旁邊的路徑過頭 從旁邊的路徑過頭 從旁邊的路徑過頭 我有可能走這樣的路徑 有可能走這樣的路徑 我不曉得中間這個過程 我只知道我的中間體 有可能感覺很輕的路徑 那我只能知道說 這個反應的中間體的波路態 跟這個產物中間體的波路態 哪一種比較高 不容易判斷嗎 所以它們它才告訴我 你可以去判斷若是吸熱的時候 你就用這兩個產物的路徑去判斷 最穩定的那個 我的波路態的穩定的就會越高 所以那個比較低的 能量性的水平State 比較高的這個中間體能 我覺得比較高的能量 方式判斷 而不會得到什麼 而不會得到 這樣子的水平 你得到還是它的這個位置 所以雖然你不少的Ds 但是如果你 而到了這個穩定的中間體能 我是常用這個狀態 我可以預測我的Ds的狀態 這樣子的觀念先放在心裡面 我們待會我會教你 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待會我會教你 要怎麼判斷 如果我的本門上面 還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要直接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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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判斷它的結法 怎麼判斷在前點的時候 你需要用這個觀念去判斷 我要這個觀念去判斷 想進我們這件事情喔 為什麼我今天在教你Ds這件事情 你的中間體 你穩定性你可以判斷嘛 因為中間體是一個 空的太陽 我這反應數據 不是中間體決定的喔 是誰決定的 是我的過渡態決定 是過渡態決定的 所以過渡態 越穩定的 我的反應數據就會變換 過渡態越不穩定的 你的反應數據就會變換 跟你的EA有關係 對不對 你們有學過嗎 這個你的微學學等於E 負的這個 T分之AB EA分之B量 T分之EA 負的T分之EA 負的T分之EA 這是反應數據的這個方式嘛 所以跟你的這個活化能 是有關係的 活化能 越小的 你的反應數據就越快 所以 他們告訴我們 你的這個活化能的 落不太的這個活化能的高度呢 可以藉由後天體的 穩定性來去判斷它 好 這樣關鍵先放在C裡面 所以我們重新看一次這個反應 所以後面有很多的反應 都類似反應 不同的樣子 不過 今天呢 我是要從我們這邊的一個 輕 取代成的一個 取代機長群 如果呢 接鎖使用的方法 是給它一個很強的一個反應 這時候呢 我的同學呢 就會表現得像是一個 大波棒的形式 形態一樣 我把我的其中一個 雙線呢 貢獻出來 打到的 這個 缺電池的這個 螢幕放進去 打出來之後呢 會造成我的 空間體呢 會形成一個 代正點的 這是一個Sigma complex 這個Sigma complex呢 會有三個不同的 工作室的存在 三個呢 都會貢獻在這個 中間體上面 這三個呢 都會貢獻 在一開始的結構 你看起來不重要 等到下一節課 第二節課 變成交 放上去來結束 都會貢獻 都會貢獻 這個關鍵是什麼 我這些中間體啊 如果 可以被額外的東西 固定住的時候 我的反應值就加快 對不對 怎麼講呢 如果中間體放在這邊的時候 我這邊 過來放一個推電子器 我是不是把這個二級變三級的 我就增加了這個 中間體的運動性 我增加中間體的運動性 我增加中間體的運動性 會造成什麼結果啊 這邊 我跟中間體的運動性 一樣這樣加來 經過 他們可以告訴我 所以就會是這樣加來 它是各種的運動性 做的感覺就是加快 好 所以要化出來之後呢 這個還是一個 不穩定的中間體 所以它下一步呢 需要馬上做一個 放過的過程 得到一個穩定的產物 什麼穩定的產物 回到方向主的話 會不會 回到方向主的話 它是穩定的能量 哪裡來的 第一個 從正面再變成的代電 第二個 從一個單純的 這個 conjugated system 變成是一個 almetic system 能量降低很多 對不對 好 所以 當然就是這樣的代電 是有 這個 正確認識之後呢 就跟大家去思考 這個問題 我要怎麼去送上 出一個很強的BH塊 要從上去很強的BH塊 它還必須是一個 直接在正面 可以去進行 這樣做的反應 所以我們要回到 第一個 該討論的反應 第一個 這個重要的 這個 這個 metic solution 反應呢 就是台湯 也是我們在 雙線反應裡面 雙線交的第一個反應 這是我們在雙線交的第一個反應 這次我們在雙線交的第一個反應 這是我們在雙線交的第一個反應 如果你是一個甘純的塞高百姓 還是要跟你複習對不對 你會得到什麼東西啊 你會得到 一個反向的在國民那邊去的發大 這是我們去過的嘛 所以這個國民被視為是一個 電腦環 對不對 右手 打這樣子 我的雙劍呢 打過來 這個脫掉 然後呢 雙劍上面的 這個BR上面的這個 再反彈回來確定這個東西 架成一個三角的環 做出這個東西 如果是本環 我可不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雙劍 出來接到BR路 做那個格板給他 不行 為什麼不行 這邊甘純的雙劍它只有派跟它是大的 這邊會有什麼 有我的 六個星來我的面子 填在新的三個派和模擬裡面 它是非常穩定的能量 所以呢 它的反應性變得很差 因為越穩定的分子 反應性會越差 電子不容易拿它使用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遇到了這個反應鏡的時候呢 這個還是不會進行的 是不會進行的 所以如果你要去做這樣子的 博明的一群 我想要把這個雙 這個Panning 之後去跟BR做反應做一個秀的群帶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做的啦 我們會過後來講到第一個 Vomination of family 我要怎麼做這個 本的消化反應呢 這邊呢 所使用的方法呢 是通關 要加什麼 加上 FBBR3 加上這個 I-LON的這個 這個 額... 脫買 然後來作用 然後呢 它才可以呢 接上這個BR 整個過程怎麼做的 你的BR呢 這是脫米對不對 你的秀 秀水 它呢 要先去跟 這一個所謂的 這個 你可以叫它I-O-Vo-Mine I-O-Vo-Mine指的是I-O-M3-G-R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這把他叫做Feric Romine 這個Feric 指的是三架 如果是M-E-R-R-O 就是叫Feric 指的是二架鐵 不過這就是 這個早期的用法 雖然你還是要知道比較好 但現在通常有個簡單寫 寫一個I-O 就是鐵 後面掛號3 叫三架鐵的意思 可是 一般傳統正式的 用法叫Feric for Mine 就是三架鐵的寫法 遇到了 這個 修化鐵的結構 修化鐵裡面呢 是一個鐵的中心 鐵是過度金屬 對不對 所以呢 它裡面是有這個 空的軌域的 這個時候呢 我的波力呢 會先一步 把它的鎮定石呢 填到 這個 鐵的空軌域裡面來 然後呢 會形成 這個波力呢 本來只有三對電子的 它是七組的 所以會知道是什麼結果啊 它是七 減掉 一二三四 四個 那方式中可以了 減掉兩個電子 它是帶正面的 這個鐵呢 因為接收到兩顆電子 它變成帶一電 變成帶負電子 這個就剩下一個最重要的 中間底 它已經是第一個 這個 重要的鐵水板已經出現了 這個時候呢 我的板進都會轉化 出來 抓住 抓了這個繡 抓這個繡之後呢 這個繡繡線呢 回歸給 這個 帶正面這個繡 讓這個繡是不帶電客的 離去 然後呢 會得到什麼 AVB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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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下一個是什麼 我都把AVBR4怎麼畫出來 AVBR4 采動 這個時候在AVBR告、按� preferon 就是AVBR4 安心電斬 endlich 把電池回對給在哪個 然後呢 你就會得到 以及呢 把剛剛你用到的 這個Barrick Bowman 給拿回來 可以再做下一次 所以你畫到它的時候呢 你會畫到是什麼 這個地方是你的Sigma conference 所以你可以畫出 它 呆有的共振機 對不對 好 哦你看好 這是下次幹嘛看 這是第一個例子 經由Pietro Bidet的Alematic Subdition 進行了一個本環上面的輕的鏽取代的反應發生的過程 把它寫完然後我們再來看一次喔 我剛剛講的是一個鋸的在本環上的取代反應 因為孔環是一個紅銀幣的分子 所以孔環的雙劍非常難拿來進行HPietro Bidet的動作 事實上第一步就是HPietro Bidet的動作 看到在做一個輕鋸指鏡方向加成反應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雙劍有絕破的輕鋸指鏡加成 只是加成的結果是一個ompress 這邊是一個鎮鏈的產物 然後這鎮鏈產物會被CM給固定住 但是它會馬上進行移除輕的動作回到方向處 在雙劍裡面看到什麼情況 在雙劍不是這樣子喔 雙劍是什麼 我拿到這個鎮之後呢 被我踢下來這個BR就打回來了 對不對 可是在方向處裡面我得到CM之後呢 如果我有BR的存在 它也不會打回來這裡 為什麼會打回來這裡呢 因為呢我不打回來我進行鎮減反應 我得到的場面是動力的 方向處高度 如果我是直接打進來 我得到CM之後 它並沒有我的場面在做 所以你以這個小度來看 就是要它會進行鎮減反應 它會選擇去把你的球夾下來 就修圖去鎮減反應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第一步是要去創造出一個非常強的 你的手環 一般的BR步已經做不到這件事情 它不夠強 它不夠強 所以呢 我必須要借助 什麼要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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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白啊 必須要很缺電子 什麼時候會讓它很缺電子 你要讓我BR是帶正電的 它讓BR帶正電很困難啊 對不對 你要怎麼讓這個BR直接以正電的方式存在 不容易嘛 所以呢 它必須要借助一個 金屬的結構化後進來 金屬的存在呢 會造成呢 我的國米跟秀霸鐵 遇到的時候呢 我的國米跟秀霸鐵 我的國米其中的一個BR呢 會達到我的鐵的 這個郭度胎的低迴域 打電來之後呢 我這個秀呢 就帶來正電 帶來正電 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好的解鎮法 我的本盤上面的雙線 要推打出來 我可以 你不會跳鐵上面嗎 我會跳下你的秀 我覺得這個秀 沒有用嗎 我如果接上去之後 這個秀掉了 變成比 我接在這個秀 這邊這個秀還在正電啊 它變成更穩定 所以 我這個董王打出來的這個雙鏡 現在會碰到這個秀的時候呢 我這個秀霸氣被斷掉 把電子堆給這個 帶正電的那個 紅一點 讓我這一個分子裡面的這個秀呢 起碼是被打不代表 FBR 這個必要怎麼是不代表 這時候呢 這時候呢 就讓我的 這時候等完呢 接上了第一個 這個秀的第一部版本就結束 就接上去 這是我本位的FMXX 利用了呢 是 創造出一個很強的 這個椰色白星 得到這個SIMA complex 這個SIMA complex 這三個 不同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然後呢 你所得到的這個 這個IOK Travel Mark 它呢 再利用 提供自己的一個PR付出版 當成是檢用 抓了這個CIN之後 裏面你的NATISTI 重新獲得你的方向化 方向性之後呢 再把你的這個IOK Travel Mark 拿到 然後另外一個中的補償呢 就是HDR 這個HDR 這個HDR 這個HDR是哪裡呢 這個H呢 是來自 本環裡面的這個CIN 還是本環裡面的CIN 一次的這個 這怎麼改變發生的 機制的這個 過程 這是 做CILL的 反 경우 按多少收拾你呢 它做氯化反應怎麼做 分彎 關上氯氣 加上氯化一個重要的 叫做 Alder-Choron Alder-Channel-1 41個女的四季 第幾組啊 第三組 跟Phoron一樣 雖然都是缺 都帶有一個空的軌域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接受 電子打星台 雖然是組組 不是負責派 可是它一樣 可以去做類似的反應 然後呢 把其中的一個 這個 氫 換成的是 綠 欸 這個反應到底這麼多了 你這麼無聊幹嘛 幹嘛把這個氫化成的秀 剛好來的氫化成這個綠 還去想這個問題耶 為什麼這個反應這麼偉大 在你的這個腿環反應 反應反應反應第一個 很厲害喔 哪裡厲害 它把一個穩定的碳氫鍵 我們講過碳氫鍵是Napolabondi對不對 變成是一個具有氫化的碳氫鍵 碳氫鍵 碳氫鍵呢 接下來就利用在很多重要的 有機的quark reaction 包括2008年 我們都要講 closed quark 裡面有一大多重要的 現在在工業上使用的方法 都必須要借助 Bending 這個halobending的 其實要去做它 所以你要怎麼在粉底上 做這一些氫素的自帶 當然是重要的裡面自己 你把一個 這個despola的碳氫鍵 變成一個hypola的碳氫鍵 這個carbondi 這個方理 好 往下看 這款硬模作 第一步 一樣 是corine 碰到了aluminum tricola 會得到一個alc 會得到這樣子 類似的 類似的 跟剛剛的薄米是一樣類似的 這個 反應的 機制 然後呢 粉花 向下 擋住 一萬個 就這樣 有了 一萬個 廓文 的 就這樣 有了 我們在完成 所以當然青海在喔 這個呢會有他自己的這個 Sigma Comfort 其實你要畫 因為上次那麼多這些 我都要 都要告訴自己不要畫這些 一直在畫這些結構 因為很大費時間 可是你們是剛開始學的 你一定要畫 你要自己多畫幾次 你才知道這個字幕會怎麼畫 它是共振式 我們現在一開始教你這單數存款 你看到最重要的信用 等到馬上要教你的這些 反應性跟趨勢的時候 你一定要畫出共振式 你才會知道 我該往整方向走 所以我一開始不能使這個共振式 畫出來之後 就是它自己畫Comfort 對不對 各三個共振式存在 下一步呢 才是 進行 裡面 L1P10 怎麼做的 一樣的是這一個 L4O 剛剛在鐵的地方 你有可能不太容易理解 我們把這個 綠的話再給你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鋁是3A 對不對 3A有幾個電子 想念這件事情喔 鋁是這個 第三組元素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在它的3A上面 是全滿的 在它的3A上面 是一顆的 它會經過提升 對不對 會經過提升 所以 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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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接幾個見解 都接三個見解出去 像鋁3A L4O 對不對 其他的 L4O2 就是 綠多出一個電子 三個見解 綠多出一個電子 三個見解 綠多出一個電子 三個見解 所以L可以接三個 綠上去 留下一個 可是這是 NATIC的 兒民的家屬 它們是接三個 但是這個通鋁 所以呢 我可以再說提供 讓一個 綠接進來的過程 可以提供 可以再提供一個 這個 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 所以我做一個C2O 不提供進來 我可以提供我通鋁的 可是對這個鋁來講 它是三類組 三檢到四個見解 它們都在附電子 所以公共俗學來講 這個鋁是在附電子 所以附電子 是在鋁上面 可是 雖然它可以帶四個 它可以任何形成8月 可是第一 它不小心在電盒 所以呢 這個綠呢 又可以馬上離開 去抓到這個鋁鋁鋁鋁 然後呢 會否 探訊電斷掉 把電子迫回來 你的會否 它會不會一直 然後呢 完成了 它會有反應 所以 繡跟這個反應有沒有一樣 一樣 只是催化器不一樣 一個是用繡化鐵 一個是用這個鋁化 濾化鐵 它又為什麼要用鐵鐵用鋁 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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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候做這些測試 像一直到目前為止 到現今的反應 我們跨學家在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只剩一個趨勢 知道哪一些架數的基礎可以拿來用 真的用它的時候呢 也一樣也是要去嘗試才知道 有些時候 老實講是斷槍打鳥 手上有什麼呢 都先拿出來用用看 看哪一個刺激的效果最好 但是不是漫無故地的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知道說 比如說 老金屬啦 伊金屬啦 Rodium Irhenium 還有其他的這些金屬 再類似的反應是可以進行的 可是不確定哪一個可以用 全是了 試了之後呢 找出最有可能發生的 出來之後 再開始細調它的反應 細調它的反應的條件 這是基本的一個通路 所以呢 做訓練的時候也是一樣 修法點找出來了 UrD找出來了 為什麼 這兩個路是最好的 不見得喔 可是為什麼用他們兩個 很簡單 當我要大量去做這些反應的時候 就比較多 要好處理 要沒有理 這是工業化很重要的過程 而且要不能夠殘留在你的反應當中 所以這是一個 最重要的反應發生 那點跟這個佛能不能做 如果可以 這邊不交密 對不對 太多不懂得神奇 這個到底就是 秀跟這個 綠而已 所以如果 勾題不靠到點 就是否的 拜託就跳出去 這個不太會靠 那就是在 這個秀跟綠最重要 秀跟綠的這個 其實是最重要的 好 除了 Helogenation之外 第二個很重要的 本環上面的千電子性的取代反應呢 就是呢 在本環上面進行 Nitration Nitration 對呀 這些反應都非常的重要喔 所以它的機制都很重要 所以你機制要會畫它 但是老師跟你講 很難 畫過一個後面都會畫的 畫個後面都會畫 其實這樣都很累 所以怎麼去做一個 Nitration reaction呢 一樣 來一次 激素性的粉環 Bandy 加上呢 硝酸 在 催化量的柔酸作用之下 這個反應在我實驗室 就非常常做 很常在做 在樓盤上放上一個NO度 所以呢 它是怎麼做的啊 那呢 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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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ding 放上NO度 這個很好用喔 因為呢 當我放上NO度之後阿 這就是所謂的 Nitro Banding 已經躲到這邊呢 已經做完了這個 這個 Nitration obligation 想做的事情 可是這個NO度阿 可以再進一步的 回ệu 用心 或是用這個 其它像 kid 這類型的 4G 在延三 System之下 它呢,可以,這個 很有效率的呢,去進行這個 還原的動作 會得到 這個叫ANUAL 本安 這就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營料 你沒辦法直接把那區度加起來上去 但是你必須把它做成NO2,可以做成這個 叫做ANUAL 這非常重要的工具營料 所以你怎麼做過來 這一步是後面的 Nichracing指的是前面這半步 Nichracing指的是前面這半步 後面這個是再多做一步,你就可以得到ANUAL 好,那這反應到底在怎麼做啊 一樣喔 我既然要放上NO2 我就必須去創造出來一個什麼 很強的NO2正 對不對,你在做擺嗎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 我如果要放上去的是這個NO2 那我想像得到 我要放上去NO2 表示呢,我要做出這個東西出來 叫NO2正 我才有機會讓我們本文上面的一堆電子出來 打到NO2正上 把NO2加起來上去嘛 那這個NO2正怎麼做出來 就是有蕭鑽做過的 就很快 從蕭鑽都做過來了 給蕭鑽的解夠 蕭鑽呢 碰到了環境當中的...這個...油酸 一半 上半 先被修之調 修之調 拖起来后,抖到手 再剩定的这个分子 接下来呢 捧身回来,剥掉一分子的手 這個很重要的固點地 它叫做奶秋年奶油 叫做奶秋年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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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遇到了粉黃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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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粉黃 上面三個鍵怎麼排 隨便你盤 你好畫就好 你不要爬牌在裡面就好 就是該造的樣子 可能的 這個雙水就好 然後呢 這個粉黃的雙鍵 打出來 墊子會可以癢 得到什麼呢 我放個方向而已 可到它 這是可到你的Sigma塔的關係 你這樣 沒有它的供生器 請你自己掛 好 又過生器 然後呢,剛剛你所提供的這個POTOM的這個HSL做負,油酸分 進來,抓起 We get an EAS We get an EAS 就完成了 25,接合就做 這就是做美學型的方法 所以我們剛剛告訴你,一開始就點出來了 你要想辦法把它做出這個NOS 改正點NOS,你才有機會讓你的分管去遇到一個很強的這個 這個逼迫它,這個出來去 競滅另外一個更不穩定的 代正點的這個 這個世界 好,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繼續告訴你 除了很確定之外,它還有Suponation 還有Suponation的這個 這個反應的這個發生 然後呢,就開始要教你 你要怎麼去判斷 發生這些取代反應的時候 如果不是辦法 上面如果放取代機 我該怎麼選擇我放上去的點 放在Odo嗎?Meta嗎?Para嗎? 取代機會不會影響它的反應速率呢? 下一次大家全部一起告訴你 所以你要先把這邊先檢討清楚啊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跟你們聊 這個課堂上來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有機化學是很好的一個切入點 讓你在伺服系統跟這個化學之間 找到一個好的連結點 我自己是因為做了這個化學 我是唸有機的嘛 應該講說我是專攻有機的 專攻有機 因為生化實在是太... 不想知道太難了 我沒說過什麼生物課 後來發現這個 實在是應該要去突破一下 不然一樣都是跟化學有關係 可是對於生化實在是太不了解它 所以開始認真去唸它之後發現 這個基本上整個生物系統 跟有機的關聯機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然後 也速使我 越走越生物 真的我越走越生物 我整個 我整個博士後 我的碩士班是做光碟 我碩士班是全部做OLED 跟做一鏡採關的 所以完全不放生物 後來還要學生物 所以才自學 然後訓練生物的東西 然後後來發現生物很好玩 然後生物系統也很多 這個重要的課題 雖然說我們自己選 然後自己去討論一些問題 可是在很深度的一些問題上 我覺得 我們還是很難去接近到問題的這個核心 但是 我們有機會能夠 去嘗試去提供工具 什麼去瞭解生物的這個現象 比如說像我實驗室好了 實驗室 整個實驗室的主力在做這個 Potein-Potein-Dash 就是蛋白質交互作用 我們想去看 這個疾病的激轉 怎麼發生的 想用一個方法 是看 有機的方法去看 我們想要 夢想 夢想 是想要開發出一個 化學的方法 然後呢 你們學過C-Watch-Dash 對不對 我希望我的方法出來之後 是可以 我為你一個東西之後 這個利便精神 他就自動把 所有相關聯的這一些 這個頭頂 就自動貼上標記 像我們實驗室就 想從這個方向走 當然很困難 但是中間就有一些性能感到 像我們實驗室有開發 很多這個 燈拖定 能夠和氣氛性連結的 一些結構啊 然後我們實驗室開發新的 發光集團 雖然開發出來 人家覺得說 是可以拿來做 原件 可是 我的興趣還是在生物上 所以我們還是開發出來之後 還是想辦法讓它去 在水上會亮 或是 在水上會有 在水上會有 交互作用 所以我們希望出來之後分子會讓它這個 連結到敏感進去的蛋白質上讓它亮起來 甚至我希望能夠讓它看到它跟下一個佛地蒙混雜一起的時候 我就看到訊號出來 我就看到訊號出來 所以畫群好玩的地方在我可以做一些分子的模擬設計 看有沒有三條 我們先是做一些好玩的有機分子 是剛好就是你上學 我們上一節課這個16章所學到的 這一些結構 是一些雜環分子的結構 可是雜環分子的結構並不是非常的 不是非常的 方向性不是非常好 可是有一些很特殊的雜環性有保護 這個很好玩 我們發現的時候就很高興 因為這是我們接近生物的標準的重要度 不是我們之前是做的通常 三個不同的結構 這只是手持式電路避震照和很亮 這個大概負面有大概270 所以是小分子王之小 所以很有趣齁 這個我們是也覺得很有趣 是從合成過來 不從一生 是我們自己開發的成果 做出來之後 我們希望把這些分子呢 因為這個分子的其他過程都一樣 那我剛剛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些分子它有不同的顏色 我們現在有黃光、綠光、藍光 現在慢慢做出紅光 那我們希望幹嘛 我們希望把它放到收集門上之後 比如說想像中啊 Cell membrane是不是有一些receptor receptor會跟下面的這些coding 一個在paste的signal過去 希望希望希望都還在夢想中 第一步才剛剛做第一步了 可是我們希望是 我可以一步一步把這個訊號傳下去 然後我就告訴你說 第一個是發紅光 所以我之後做完之後 發紅光就是第一個跟我碰到的 發紅光是第二個跟我碰到的 發熱光是第三個跟我碰到的 發熱光是第三個跟我碰到的 所以我們希望建立這樣子的 無論是在看invivo的系統 還是在看invirtual出來之後 給予的訊號 我們都希望能夠去看到 生物分子間的角度 所以這是我覺得做法學 做到後來呢 我有機會過去可能 是用這種連結的地方 可是 生物的這個問題 還是 相對呢 很複雜 每次我遇到 這個做生物的 老師 跟我討論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們就覺得我們的工具實在是 這個 看起來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但是 他們覺得實用性不足 因為 感覺我們系統都太 太simple化 不是很 這個real case 可是我跟你們講這個 我們希望能夠 做出一些這個 系統出來 取代料現在 每個人都在做的ELISA 每個人都在做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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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今天是也做 這個 這個 我們今天是也會說 你來的啥 都會用 只是問題是 那個我覺得還是 化學還是有機會 能夠去挑戰這些性的東西 它身上是基礎 所以學一學就是這樣 你可以幫助去判斷 你怎麼去設計這個分子 這些結構裡面都不是很奇怪喔 我們剛剛講過這些反應啊 在蛋白石上都做過了 可是你不曉得有的 在蛋白石上呢 剛剛講過這些取代反應 這些 這個 無論它是 也就比你照常見好了 它會去進行的 你的蛋白石的生命 你會看到 你看到這個 Bineal Enemies 你會看到 Treatable 這些都是帶有本環的 所以本環的結構 它的反應性就跟你所學到的反應性都很像 跟這些結構都很像 然後我發現 以前呢 有基礎學家好像我們都會覺得說 生物系統是它是很好的 也都是水 所以有基礎反應都不能做 而且說我們慢慢喔 在我們自己實驗室的開發 我們發現以前交過你那個卡幣 就是一個碳上面帶一個公園 跟兩個墊子 那個非常非常不穩定 那個很危險的 它隨便可以做 只是以前都覺得 直覺就覺得不能做 我有問過一些 國外的老師學者 然後跟他們聊天在講 我說我們做事可以做 每個人都覺得怎麼可能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確定不能做 我說沒有人 我們會把它放在水裡面做啊 在搜紋做就好幹嘛在水裡面做 所以它不見得不能做 只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把射線做 它不能在水裡面做 這樣也沒有人去 真的去證明 所在水上是不能做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 所以我們的實驗的設計 就來認真原理 告訴你說 如果我把卡幣穩定下來了 你說在我們實驗室的分枝 我們就認為我把卡幣穩定下來 我就有機會去提供你一個穩定的 這個很不穩 這個給你一個穩定的不穩定的分析 應該講 是相對穩定的不穩定的分析 大家來拚機率 所以就有機會去設計這個 更細微的這個分子結構 而不是看聚關的這個方向喔 所以很好玩 以我們這一行的 我們定義我們自己的理論 叫做Caming or Biology 很奇怪喔 跟BioCam是不同的 BioCam是看生物系統內的化學環境 我們是用化學反應 來去討論生物系統內的化學環境 就是我們會去模擬生物系統的化學環境 我們不討論那個存在的 但是我們嘗試要去改變它 怎麼去改變這個存在的系統 那我怎麼用整個方法去調整它 或是我怎麼 譬如說在系統裡面 你會看到的分數化 你會看到一些 這個Sero的這個Posis 你的細胞凋亡的過程 那你在細胞凋亡的過程中 想在能力區域的過程 它都快凋亡 你怎麼看得到它 凋亡是不是已經速度很快 就一直被digest掉 所以你雖然看得到那一個 那一個伏電器 你知道它存在 他拿過墨碑的獎 知道它已經存在 可是你怎麼拿出那一個 具有伏電器的Potin 很困難喔 真的很困難 因為它就是 一旦被放上標記 就像是死龍筆記本 名字被寫後就準備掛了 它是確定的 我放上這個筆記 就是準備 你的Potin就現在就能看到它了 所以你根本沒有機會去拿到它 你沒有機會去討論它的性質 可是說我們這一行的人 我們就會用體外合成的方法 讓它不存在威脅的確定之下 幫你培養出來 幫你把它做出來 就用合成的方法做出這一段Potin 你就有機會討論它的一些化學性質 你就有機會去調整 你就有機會去調整 所以這是很有趣的過程 以前的化學家和化學家 討論生物怎麼生的 現在我們討論生物怎麼死掉 你討論它怎麼死的 你才知道怎麼拿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過程 你怎麼去在某一個時間點 某一個正確的位置 提供它一個正確的資訊 我想這個是學習鵝基的這個化學裡面 對生物學生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對它的分散前後 有更多的認識 它的電子的性格更多的認識 這是奶缺群的這個反應的發生的過程 這個反應最麻煩的地方是 你要把第一個步驟線記下來 你要怎麼做出這個來說念它 這大概是反應當中最困難 後面的幾乎都是奶缺群的這個反應的發生 好 除暖奶缺群之外 這是一個NO2的這個反應 剛剛這個 這個是地盤 這個是錫啊 金屬 意思說你可以用錫 也可以用錫去做這件事情 好 是用金屬喔 就是一片片的金屬去做 真的金屬去做 接下來呢 最重要的這個取代反應呢 我們把它叫做是 Supportation Supportation of Bending 這是做 這個 你要怎麼在這個本來這邊去放上一個這個Supportation 這是一個本來的根子 加上了一個這個Supportation 一樣呢 是在油酸的能力之下 這時候呢 你就有機會呢 然後放上一個Supportation 放上一個Supportation 放上一個Supportation 這要怎麼做上去 我們來看看這個 反應的這個 發生的這個 過程喔 事實上這放上去之後呢 因為是油酸 所以呢 這個光碼 加了上去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 完整的這個 來算 耐心的這個結構 這反應的發生呢 就直接發生在 你看 你的本環 碰到了Supportation Sup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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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長這樣子 我這邊可以生理 然後呢 我的本環呢 這邊的派電子導致我轉運來 你看 看到那個Sigma Comptech 你的第一步發抖文 後來再解決 你們破壞掉在原大下心之後 所得到的這個 Rinian Ion 這就是Sigma Comptech 那種 為什麼要Sigma Comptech 因為它是新的Sigma Comptech 然後呢 會有很多不同的 Hired W proporciones 它的控制器 好 我看到它之後呢 因為我用瘤酸 除以你呢 瘤酸提供你的POTO 這是你的平凡對不對 我會抓的這個瘤酸 抓到這個POTO之後呢 被抓了 輕的這個 瘤酸根 被抓到 抖刀 4個 3個 8個 1個 我把它換過來 完成了這個反應 問題是喔 這個反應不是一個 你如果說是一個平衡的 它會是一個平衡反應 為什麼是一個平衡反應 在這個反應當中呢 你所使用的 這個 油酸呢 它有可能呢 密著 回來 如果呢 是有加熱的狀態之下 溫度比較高的狀態之下 這個呢 它就出來去抓了油性 你又回到了這個狀態 你回到這個狀態了 回到這個狀態之後呢 它有可能會脫掉 你的那個燒焙的這個結構 怎麼脫掉它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你會得到 然後呢 翻就有機會了 又回到這個狀態了 又回到這個狀態了 這個狀態了 所以這是一個平衡反應 尤其是發生在 你的反應是需要 降熱狀態之下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平衡反應 這是一個平衡反應 看清楚喔 這個反應呢 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看到了這個 沙浦爾的全拉傘 我的本環呢 打到沙浦爾的全拉傘 打到沙浦爾的全拉傘之後呢 做出這個條件 所以這個反應通常是要加熱 今天是有手全拉傘 我現在已經把他的雲板 但是呢 它有這麼強 為什麼我看這個雲板 一定存在 所以呢 我做完這道動作 得到這個 Sacomation的概念之後呢 如果是有加熱 原來就有酸 然後再做一次的 Visobelial issue 對不對 逆回來這個pongress 接下來呢 脫掉So23 又回到本環 對 這個反應會做 為什麼這個反應不會可膩呢 為什麼只有它會可膩 它不會可膩 想想它為什麼 過去說在哪裡 如果我講的是對的 這個也用酸嘛 它還用油酸針翹酸呢 為什麼它就不會 所以我跟你講 它這個也應該要 做完最後產物之後 它也應該要 再脫掉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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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回到原本 你再找算 為什麼它不穩定一次 關鍵在哪裡呢 在於 它用的是一個 非常不穩定的 中間比 這邊用的是什麼 相對穩定的 Visobel 所以這個如果要脫 我做到這個時候 我要脫掉這個N0度 我必須要得到一個什麼 很不穩定的 這個N0度 它有 最好是什麼 我的平衡絕大部分 產物方向走 平衡回去的路律 非常非常少 它就是一個接近 不可逆的列車 你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 照理論上來講 這個也應該可以走 走這個逆反應的機制 可是我這邊都要走逆反應 可是我這邊都要走逆反應 我必須要脫掉的是這個 來說念 蓋證件的N0度證 所以可以脫掉吧 這個反應呢 我脫掉的是一個 XO23 就是不帶電路 雖然它是一個好逆軸 但是呢 它也是一個可以逆軸的反應 所以它是可以脫掉 所以通常在做的反應的時候 你需要做的動作 這反應要做的動作 這反應要做的動作 通常你就需要 加入數字反應的發聲 可是 就是因為做這個動作之後 它又是一個好的列車 它又是一個好的這個 不是一個完全不一定的這個 這個列車款 所以呢 它就出現平衡的動作 就出來了 所以呢 就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 會是一個這個平衡的這個 發聲 這也不會 是因為這是一個做的不用 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嘛 這個反應的這個 這個呢 說明的是什麼 是你吸出製成的 對不對 它是硝酸跟硝酸混在一起的時候 馬上做反應 你買不到這個東西 你就決定了它用 這個沒辦法買出來 這個沒辦法買到 這個沒辦法保存的 你現場做出來 現場就要用掉 因為它動力不穩定 所以它能夠出價的條件在哪裡 你如果把它做出來 就馬上就被水分了 又被水打掉了 又被水打回來了 不是嗎 所以它不是一個穩定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要做出它 你必須要現場 硝酸硝酸做完之後 旁邊存在本環 這個本環有點馬上打上 這樣才會死 反應不會死 我這是不會死的 但是這邊呢 這個稍微調查出來 你是可以直接買到的 所以它相對是一個 比較穩定的圓球環 所以它脫掉之後 它還是可以 你後面這個理想筋 脫掉這個之後 它還是可以進行 它是可以進行 所以這邊是個0 這邊過了是個0 這邊是一個reversible process 不可逆的過程 好 我們講完了 單純的本環 要去做這些反應 接下來要告訴我們一件事 如果我不再是本環 單純本環 我開始放上取代機 那我該怎麼去評斷這個取代機 是怎麼影響我要做 coordination, promination and maturation 你要怎麼去看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來看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看這些事情 還有的事情 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會怎麼做 我們在家裡 社會的那個 綺鼻 questions 但是但是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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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之前 我還討論呢 如果我的本環上一開始放取代機 那我要怎麼去投入我的取代機放上去的這個位置 簡單講呢 如果呢 我是一個subcuted banding 我的本環上面呢 放上一個R了 取代機放上來了 這時候呢 我去做nitration 我為什麼才會有疼性啊 第一個可能性 這三個很健 因為當我原來的習俗就是有一個取代機的時候 我放上第二取代機的時候就出現兩者之間的相對位置關係 對不對 出現什麼呢 出現 Posyl nitrile Meta nitrile and 這就是RN串 三種可能性 這就是三種可能性 那到底我怎麼知道我要得到哪個產物 那我怎麼知道這些產物之間的比例是什麼樣子的關係 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這一個R有絕對的關係 跟這個R絕對的關係 R呢 半眼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半眼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 它半眼角色是什麼呢 是跟你的Reaction Rate 有關係 反應速度有關係喔 跟怎樣反應速度有關係 跟你的反應的傾向性是有關係 第一 它會是Activating or D Activating 它會是 加速反應的發生 還是是一個 減速的發生 什麼叫做反應的發生 我們要加速反應的 加速中 發生壞 壞過誰 沒有任何取代的粉管 如果呢 這個取代器的存在 是讓整個氫電子性的方向處取代反應 是變快的 這個位置給你活化它的 如果這個R呢 是讓整個化學反應 這個Eachophelian-Lagic Subfusion Reactive 它的相對於粉管 沒任何取代反應 變慢了 它叫做Deactivating 小去活化的指導 第二個 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你的Ritual Selectivity 跟你的Ritual Selectivity 如果我的R的存在 會幫助我得到比較多的Ordal Product 就是Ordal Product 和Para Product 我們打算是一個Ordal Product Ordal Product 引導者 Ordal Product 相對的 如果呢 你是引導反應 走向Meta的取代的 我們還是要做出一個Meta的反應 我們在接下來的反應裡面呢 會盡量用 這個Nightration 來跟各位介紹 因為這個反應 第一次呢 你剛學會比較熟悉 第一次呢 你剛學會比較熟悉 所以你的反應 記得放上去之後呢 欸 你想像得到喔 它如果呢 這個R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如果這個R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那你的 新放性來的取代機 放在Ordal 位置的 放在Meta 位置的 以及放在Hara 位置的 理論上應該是比例是怎麼樣 平均嘛 所以 每個都應該是均等的可能性 假設反應百分之百 應該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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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是這樣 如果你按照機率來看 所以理論上 它應該是這個是40% 為什麼 因為它跟它是一樣的 放在這邊的位置呢 也應該是40% 放在這個呢 也應該是20% 因為只有Big Power的位置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反應的結果呢 你並不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如果說 這個R的取代機 是不影響它的情況之下 你得到的就是理論產量 444S 大家是看機率的 這邊有兩個等級 這邊有兩個等級 所以是40是20的比例 可是不會 最主要是什麼 R是扮演角色 這個R是扮演角色 所以這R怎麼扮演角色呢 要分呢 幾個程度來看看 第一個 第一個 如果這個R是 引擎抖電子機的時候 如果這個R是 引擎抖電子機的時候 油管有什麼呢 如果這個R是 引擎抖電子機的時候 有可能是Akasih O Amare 對不對 有可能是什麼呢 Ekio 有可能呢 是Aminogul 還有可能是Akasigul 還有可能是Akiogul 還有可能是Akiogul 有可能是Aminogul Fat of the 他呢 會幹什麼角色 他呢 會是 Divating And Hawa Hay is also graphic 什麼意思呢? 當我的R 如果是這一些取代心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 Poling 來做例子 鱼鱼 这是一个Holo,Meta,还有Para的产物 这三个其产物的这个比例呢会是多少呢 会得到一个60%,4%,36% 其中我们在看Holo跟Para的时候 这两个是一组的,他们的产欲很难去分辨说谁会比谁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Holo跟Para会跟这个Meta 这两个会是一组,这两个会是另外一组 原因待会告诉你,原因待会告诉你 相对我要以本丸进行同样的反应 得到一个单纯的Nitral Banding 它的反应速率啊,是大过25倍 是大过25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们再去告诉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25倍的差别? 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就好 什么叫Ytivity,什么叫Ytivity 什么叫Ytivity 一个是活化这个反应的发生 一个是去活化这个反应的发生 这个反应的发生第一步 是它的 Related Taking Step 动作是什么? 是我把我的 放在我的方向组上面的拍方顶 打出来去打到一个对方上面去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的电子密度越高 所以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我的本环旁边机的取代机 是推电子机 它会帮助我的本环的电子密度是提高的 所以我去做这件事情的 机率是不是就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相对的 如果我在我的本环上面 是放上一个拉电子的机环 我是不是去削弱了我的本环上面的电子的解像性 它要去把它的电子 它都已经不够了 我把它打出去 所以我放上了一个推电子系团 基本上该就告诉你 我的电子是被增加密度的 我的反应是要提升的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来解释它而已 我们可以从更细的反应体来去看 整个反应的整个发生的过程 为什么是这样子 好 第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银子放在我的中间底 加上你的 Bereich 加上奶酱脸 然后呢 得到了三个可能的中间底 得到了三个可能的中间底 对不对 第一个是什么? 是嗎?第一個感染性 可是它第一個Sigma Compress 它會有共振式 你要開始畫很多的Sigma Compress 然後呢 會覺得到什麼呢 我會畫很快 因為這次還畫太多個人 所以我畫我這個音解釋 我邊講然後邊點解釋 但是後來邊點解釋一次 我會畫太多個人 但是想像這樣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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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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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